因為我覺得我太苦了 我也不能讓孩子再苦著 我不想讓孩子過我這樣的生活 我那三個孩子一年大概都得三萬多吧 還有我婆婆長年有病 我們也沒計算那個賬本 反正也好多 就像我們大女兒高上大小的時候 確實比較困難 她自己週末去那個餐館 給別人洗碗 她一次洗碗 就說洗一次碗儘管掙三十多塊錢 一天到晚她把她的腿都摘中了 但是她為了那三十塊錢 我覺得 我覺得國家的政策比較好 就是 保住我們這些困難 國家也不想讓我們這些都拉紅 已經過了 我現在有時候有些項目對我們比較照顧一點 今天不是特劫的項目 做出了一個大小的它的餐廳 有時候我們自己也要 他們有時候跟我們來 就是適當地保護昏昏一點 因為我也不曉得輸給任何人 性格比較強一點 就是我儘管困難 但是我都說我的孩子 我也不曉得他 就是這想我這要繼續下去他 所以在習近平當選國家領導人以後 那麼從這個政府的工作 從全社會這個工作 那就把這個反貧困 放到了這個工作的一個首要的位置 十八大就是13年提出的 那麼反貧困究竟怎麼做 就是要通過精準扶貧 這個精準扶貧實際上它是兩個方面 一個方面就是要精準識別 要把這個真正的貧困群體和貧困對象 要把它識別出來 那麼第二個層面實際上就是這個精 就是要精益求精 所以我們提一個就是說精益求精 這個叫做因人實策 就是因護實策 那麼個性化實策 那麼給每一個貧困群體和貧困群體 這個貧困對象找到一個真正脫貧的有效之路 也就是要精準確的